5%退休金为2500元 功宁为30年 能够上涨多少钱呢 真的是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看完本期视频以后 你就会对自己的养老金 能够上涨多少了如指掌 不会再稀里糊涂的了 大家好 我是李云飞 用数据说话 让你看清楚事实背后的真相 关注我 每天为你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2021年 我国养老金就已经实现了17年涨 2022年刚过了一两个月 我国养老金上条窗口也已经开启了 这也就意味着 我国养老金在2022年实现18年涨 已成定局了 只不过上涨的幅度 最终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通过以往的数据来看 从2008年到2015年 我国养老金每年都是上涨10% 从2015年以后 养老金上涨比例就开始放缓 到2021年 养老金平均调整为4.5% 有业内人士表示 根据2021年全年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以及工资性收入 这三项数据来看 今年养老金预计上涨比例在 4.5%到6%之间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2022年养老金上调5% 我们退休金为2500元 公民为30年 今年我们又能够上涨多少钱呢 我们先来搞清楚一个概念 养老金上调5% 是指在去年全国平均养老金的基础上调整5% 这个5%只是一个调整增加的控制指标 并不是调整办法 更不是在你去年养老金的基础上直接增加5% 具体的调整办法 还是要根据各个省市的规定办理 有的人可能超过5% 有的人可能还不足5% 在搞清楚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再来回答上面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养老金上涨的幅度 都是根据三个维度来综合计算的 第一定额调整 第二挂钩调整 第三倾斜调整 我们就以去年湖南省为例吧 2021年湖南省养老金定额调整为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基本养老金45元 挂钩调整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缴费年限调整 一个是养老金水平调整 去年湖南省个人养老金缴费年限挂钩调整为 每满一年增加1.4元 不满一年按一年计算 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为 个人2020年12月份 养老金基数的1.3%增长 在倾斜调整方面 去年湖南省对70到79周岁的退休老人 额外增加26元 80周岁及以上的退休老人额外增加38元 另外对于艰苦边远地区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能够再增加10块钱的基本养老金 如果我们所在地区 今年养老金上调的标准 和湖南省去年上调的标准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算一算 自己的养老金在今年到底又能够上涨多少钱 退休金为2500元 工龄为30年 如果此时我们的退休年龄为72岁的话 那么我们养老金上涨的金额就为 定额调整45元 加上个人养老保险金缴费年限挂钩调整为 30年乘以1.4元等于42元 再加上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为2500元乘以1.3% 等于32.5元 再加上养老金清洁调整为26元 那个人养老金总共上涨金额为145.5元 上涨幅度为5.82% 如果不够70岁的话 则个人养老金上涨金额为119.5元 上涨幅度为4.78% 这里边我们就不计算艰苦边缘地区的退休人员了 再知道自己养老金能够上涨多少以后 那当然我们就更知道哪些人养老金会上涨的更多 因为养老金上涨的计算标准 除了和各地方的养老金上调政策有关外 最主要的还是和自己的年龄退休金缴费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年龄大的退休金高的缴费时间长的 这三类人在养老金上涨时都可以多涨一点钱 说说你现在的养老金是多少钱呢 去年又上涨了多少钱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